上个礼拜的东西 这个字模的一个资料夹 那上个礼拜的东西 假如说你做到一半 那我有讲过啦 你可以再把它复制到你的随身碟 可是下一次如果说你换一台电脑 而且你回到家之后 你要怎么把它打开来 它没有办法像那个Word一样 点两家就开夹 特别注意如果你将来 回到家之后要把它打开的话 一样到什么 新增网站 那一样给它一个字模的那个名称 一样是指定它的资料夹 那因为呢我前面讲过你想说 干脆就打一个徐字模出来 那为什么用一个英文字模的拼音 主要原因是因为 那个就是我们放在网路上面 那个转换的网站 那个phone gap呢 它不支援中文的 所以如果里面有中文的话 那就会产生错误 所以为什么我会在这个名称上面 做英文的原因到底很简单 第一个特别注意 不管说你是新建或者是你要开启 都做法上面都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你就把它按键儲存之后 上个礼拜它会去扫描你的东西 会放在右下角 那再来你就把index打开来 上个礼拜的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徐字模那当然你可以 再把那个右上角这个设计师改成传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要增加其他页面 或者是增加那个版型 你一定会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我想这个最重要就是这个面板主要是利用传统的这个部分设定 它才会显示出来 再来呢 我把它做成分割 那为什么分割呢 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我的右边可以显示我看到的 我的左边可以看到里面的原始 像那个上个礼拜最后那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升平 我希望看到的就是说按及时 可以到那个什么呢 这个是有改过 这个位置不对 那如果我说我点击之后这边出现一个home的话 那我要怎么去做修改 这个地方的home 那各位可以从那个云端上面 我发现我好像在106里面就做过了 所以呢你也可以几个地方可以看到 第一个呢你可以从那个就是文学家app范例这边 徐志摩这里 我有把那个完成的参考程式码放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把它弹开来 弹开来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找一下那个我们其他的 包含就是home的程式码 然后这边有一个home的小按钮 那里面的话画面这边都有显示出来 所以你基本上你做完这些事情呢 大体上呢应该就可以显示出那个 那最重要就是这个地方 我把它框起来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 它产生的部分呢是除了什么 除了黄色区域 这个黄色区域是本来就有的 以外的这个地方 那你做完之后呢 它就会出现什么 出现有一个home的一个形状 就类似像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啦 也就是说每一个页面呢都需要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做 基本上呢上礼拜最后因为刚好下课了 所以我就再把这个部分的讲一下 最简单的方法啦 你不如怎么样 直接就把最下面这一段程式 那其实就是我们做的动作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升平的外面 外面就可以 就是它的上面 那特别注意你怎么找到那个升平的程式嘛 其实呢 特别注意第一个 你就往下找 找到这个升平 那其实底下的所有像家庭背景 出生与童年啊等等的 每一个页面呢 除了第一页以外 其他每一页呢都需要回首页 那所以呢 你将来只要做一次之后 以后的程式码用贴的就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怎么样找到 我现在的这个 位置的文字 那我要贴上那个东西 那一段程式码该怎么贴 特别重要 请各位注意 第一个就是 请你把那个 它的标题给选起来 当然你这地方 你会发现你选它的时候 请你顺便看一下 它的左边 它也会自动帮你把 这个文字 在程式码里面的位置在哪 那各位可以发现 它一定会让你看到 选取的文字在这里 但是呢 外面多了H1 斜线H1 那实际上 它的字之所以变成那个 最大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外面有包一个H1 这个所谓的H1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标题一的意思 所以呢 在HTML里面呢 它会用什么 用H1当成是它的标题一 那标题一实际上 就是字最大的状态 就是它是一个标题 而且是最大的标题 那如果说我要把 Home的这个部分加上去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请你把上面这一段程式 Ctrl-C 把它复制之后的话 再贴到哪里呢 请你找到这个H1的前面这边 按个Enter 让它有个换行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贴上之后呢 记得哦 刚刚那一段程式码了 其实就把它贴上去就可以了 贴上完毕之后呢 再移过来 那各位可以发现 上面就会有我们需要的Home 那我怎么知道 有没有成功呢 我直接用即时一下 那你切到生平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就个Home 那这个Home的作用呢 主要就是什么 连结回到首页 跳回来了 那至于就是家庭背景 还有出生年 等等的这边都需要 可是呢 现在没有那怎么办 其实也非常简单哦 你在把刚刚这一段程式 一样再复制 家庭背景选一下 这边会移到 你现在家庭背景的H1 那一样怎么按个Enter 再把什么 刚刚的程式码贴上 贴完之后的话呢 出生童年一样的做法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也出现了 那再来出生童年选起来 H1的前面 按个Enter 一样再贴上了 所以底下 我们总共有14个 14个page 剪掉第一个就13个 也就是做这件事 你要做13个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及时 那我刚刚做三个示范 你会发现家庭背景 这边也有Home 出生童年 这边也会有Home 所以你每一个都做的话 那每一个都会回到 我们的第一个page 那就完成 这个每一页上面 上面有Home这个动作 所以上个礼拜最后是讲到这里 那请各位 再把每一个页上面 加上有一个Home 所以我们最后的Ending的结果 就长得类似像这样 这个有部分要改 我把它改 这个 最后做完的话 因为我这个有个demo的版本 最后的话 长得就类似像这样 基本上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到那个Google Play商店里面 找徐智摩三个字 一样可以找到我做好的这一个APP 我要看到的 就尽量就是长得跟我这个一样 里面包含就是有一个Netbar 这边有个Netbar 然后底下会有个List View 那List View的话 分别就连接到我们底下的所有页面 然后 即便点击哪一个 你可以回到Home 另外呢 这个List View 我讲过 你要是一个圆角的状态 然后呢 把它回到Home 其他的话都一样 所以我就不demo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我们徐智摩APP的最后结果 请各位试试看 另外的话呢 请各位把这个徐智摩的APP呢 再找另外一个文学家 除了徐智摩以外 那你可以用现代的 或者古代都可以啦 你不见得一定要是现代的 你可以用古代的 从先行以后 你喜欢哪一个文学家 那你去Google一下 他的相关的东西 因为他网路上非常多啦 至少在维基百科里面一定都有 那你就把维基百科里面的相关资料 整理整理 把它稍微整理成 什么样的形式 大概就是类似像赤摩这个资料夹 里面大概就是什么 一个data 里面需要的文字 那也许就是一个netbar 有哪一些 那netbar我讲过啦 你最多不要超过四个 否则他会太多放不下 那list view可以放比较多 然后还有可能他的结构 大概是这样子 那里面可能需要哪一些东西 等等的一个标题 那里面的东西 那再来你就是一个个page把它产生 再来就是需要的图的话 你可以把这些图呢 从那个网路上把它抓下来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请各位把那个上个礼拜 那个徐志摩的这个app把它完成 那我要看到的基本上就长得像我们上课的 做的动作 所以这个部分 那有些细节假如说你没有注意到的话 除了可以参考那个云丹白板上面 我放在云丹白板上面的那个截图 还有程式码之外 另外呢你也可以参考那个像 我上个礼拜的录影 我有把它放在poto上面 如果有些细节你如果没听到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因为这个这个是你们自己要花时间去把它完成的 那今天会有个变化题 就是那个文学家的app部分 文学家 那当然我有个想法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这个集结力量 把所有历来的重要文学家 全部都能够产生一个对应的app的话 那我相信呢 这也是一个蛮大的贡献 至少对于那个文学跟科技 怎么做连结这件事情 至少你已经很具体的做出 让人家看得到 而且呢可以马上知道说 原来原字中语系在这部分的话 原来这么了得 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至少我可以看到了 在app的世界里面 这个中国文学的app相关的东西 其实还是真的少得可怜 那是谁要做呢 当然我觉得 你们既然选了这门课 我想你们可以自己去想想看 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做出来 可以试试看